沿途景观大便 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后院土高炉 也没有穿红灼绿的农村妇女 农田一片荒芜 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 王任仲所管辖的武汉非常吃紧 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 宵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 早餐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 招待所理 不但没有香烟麦 而且也没有火柴 偶尔有鱼可以吃蔬菜罕见 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 王任仲还炫耀湖北农田亡产量为一万 二万斤的稻谷 现在却闹了饥荒 王任仲说是天灾导致饥荒 但湖北天气1958年至59年 真可说是风调雨顺 真正原因是 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去炼钢和修水利 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 放着烂掉 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 住到省委的荣源招待所 我们的住房内 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罗春茶叶 不过烟和茶都有些美味 看来是库存很久了 现在都挖了出来 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是比湖北好 我们一如一望 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 东安基 周小周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 1957年 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 不学别人种二季道 这次王仍仲也随同毛质长沙 有天罗瑞青 王仍仲 周小周一起闲谈时 我也在场 周小周说 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 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 说湖南就是不行 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 现在看吧 湖北到底怎么样 恐怕有梅味的烟 茶都没有 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光了 我们湖南再差 还存了些库底 周小周说这些话时 很气愤 我和罗瑞青们不作声 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仁仲也在场 善善地走开了 两省的街道上也有明显不同 湖南仍有小时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 他从1927年 也就是32年前 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 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 淳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 毛对韶山太熟悉了 熟悉到他一眼渴望穿任何欺骗的伎料 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 毛属于韶山 他信任他的乡人 36 6月25日由长沙城汽车出发 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 这一路都是沙土小石子铺的路 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 第二辆车以后就都在灰沙滚滚中穿行 天气又热 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 只能打开窗子 吹得全身都是灰土 到了湘潭几乎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迎接 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16年后 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 毛擦了擦脸 稍微休息一下 就对华说 你干你的事 不要陪我 韶山是我的老家 你是父母官 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 只不过四十几分钟 毛住到一个远属于基督教会 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 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 天气热而潮 蚊子很多 夜里睡觉时只好照上蚊帐 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 李银桥打电话来 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 原来毛一夜未眠 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后 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 向后山夺过去 罗瑞卿 王任重 周小周 和一群警卫 也不知道 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只好随后跟行 毛走到一处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屠龙前 站定了 深深地居了三个躬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藏处了 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处的警卫科长沈童 十分灵活 他迅速踩来一把松柏枝 交给了毛 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屠龙上 又深深地居了三个躬 我们立在毛的身后 也跟着三居躬 毛转过身来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 大约年深日久 你没了 罗瑞卿说 应该好好整修一下 毛摇头说 不必了 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一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进 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 毛前瞻后顾 似乎在找什么 可是没有找到 我正走在他的身旁 我问他在找什么 他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 我小的时候 生病了 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 求过签 讨过香辉吃 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 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 专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 木头当没用 炼钢石烧掉了 毛摇了摇头说 可惜了 这个庙应该留下来 农民没有钱 生了病看不起医生 到庙里求求菩萨 淘点香辉吃 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 对我说 你不要小看着香辉 我常说要医不死病 死病无药医 香辉能鼓舞精神 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 他看到我在笑 郑瑟说 你不相信吗 你们当医生的 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不表示不赞成 身为医生 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 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 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发疯的程度 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地 农民房屋的原貌 院内廊下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 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边 尚书毛泽东主席故居 是一个小院落 共有八间房的住所 依这规模看来 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 农忙时 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采购 以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 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 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 这就是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 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 他说 我父亲可厉害了 动不动就打人 有一次要打我 我跑出来 他追我 我围着池塘跑 他骂我不笑 我叔父不辞 子不孝 我母亲非常慈祥 很愿意帮助林社 他常常同我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 对付我父亲 我父亲早死了 要是活到现在 至少要被搞成富农 受镇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 毛看望了两处 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 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 男人们都练钢铁 修水利去了 这两家一如1958年后所见到的农户相同 做饭的锅没有了 甚至连造也拆掉 据说造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 问当地的居民 这水库起不起作用 一位老人说 这是1958年下半年 大搞水利建设时 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 叫大家挖出来的 结果匆忙建成 漏水 而且下大雨时 又存不住水 下面要受烟 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 晚间 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 摆了五桌饭 请他本族的人和一些老党员 饭中 交台时 一些老人说 吃食堂大姑饭 吃不饱 因为饭一拿出来 年轻人一拥而上 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 饭已被装没有了 毛又问年纪轻的人 食堂这办法怎么样 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 因为饭少人多 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 但吃不饱 尤其大家抢着装饭 好多饭都落到地上 踩来踩去都糟蹋了 毛转过话题 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么样 公社书记叫大家上山找铁矿 大家找不到 又叫大家找煤矿 只找到几个煤质很差的 鸡窝矿 弄不到多少煤 公社书记说 周围都在炼 我们不能不炼 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 铁铲都陷出来炼 门板也卸了 当没烧 炼出来的是些铁疙瘩 仍在那里 我们要烧开水 都没有锅用了 公社的锅 煮饭都来不及 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 默然不语 全场一片死寂 看样子大跃进 在湖南实行的效果并不佳 毛沉思了一会说 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吗 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修水利 不要处处搞水库 搞不好成了害 炼钢练不成 就不要再炼了 在全国 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 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 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 清醒的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 回武汉时 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 意气风发兴高采烈 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 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 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 他决定在武汉召开一次会议 提醒领导干部面对现实 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照他的说法 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 要泼泼冷水 降降温 我们在6月28日抵达武汉 王任重建议 7月武汉太热 没有冷气设备 恐怕受不了 王又说 最好到青岛 海边凉快些 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 因为1957年夏天 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后科庆时建议 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 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 就进去庐山省时省市 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注释 一在毛第二次重返韶山的剪接影片中 多了一款墓碑 37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 饥荒已笼罩中国 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 安徽 河南 连偏远人系的甘肃都有 1958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 仍在大力推行15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 四川也是恶嫖遍野 我身处备受保护的一组织中 从未亲眼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 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土中 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 事实 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 也在船上 田家英 我 林克 周小周和王静贤举在甲板上 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 并说在北京 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 钢的生产指标太高 虽然年产量从2000万吨 逐渐下降1300万吨 但是全民炼钢 6000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做法 并没有停止 尤其1959年仍在大跃进中 人力物力实在过于紧张 田家英一语破地 又说 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 现在是假话满天飞 越说越离奇 可是越怒虚作假 越受表扬 说真话的 倒不断受批评 毛是个杰出的哲学家 战士和政治家 但在经济上 毛完全一窍不通 这样 就自然讲到毛的浩大喜功 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事实求是 谦虚谨慎的作风 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 1957年开始 既汪东兴之后 管辖警卫工作的王敬仙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 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质紧张 但不知饥荒症横扫全国 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 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 田家英行事向来谨慎 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 也以坦白到危险的地步 我更是对王敬仙说的那些放荡仇是毫不知情 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 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应该泄露毛的私生活细节 林柯仍对毛在黑棋事件中保他一世心存感激 因此没有吭声 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 柯敬仙 王敬仲 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景全 走了过来 柯笑着问 这么热闹 谈些什么 田家英说 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李景全立刻说 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王敬仲接着说 人们这么样热火朝天的干 这倒是历代没有的 柯庆师说 现在有人就是看小不看大 抓住点缺点 这也不满意 那也不满意 真是主席说的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因此 在到庐山之前 就在长江的航船上 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一方面 凡是大跃进以来 积极按照毛的意图 往下压任务 网上报成绩的人 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有批评意见 属于这类人的 大抵都是审委第一书记 比如王任仲 李景全 柯庆市之流 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 跟毛跟得最紧 干得最欢 另外一种 是像罗瑞卿 这种并不负责生产建设的中共官员 自大跃进以来 罗一直跟毛巡视 对毛的意志了解得清楚 特别是1956年以后 受了不少毛的批评 甚至差一点下放 所以对三面红旗特别拥护 杨尚坤则刚在中央办公厅 正密室的黑旗事件 犯了错误 自不敢贸然说话了 另一方面 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 主管工业交通系统的博一波 和主管经济发展的李富春为代表 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 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 压在身上 自是苦不堪言 不一波在大跃进初期 原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 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 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 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 预备上庐山后发言 后来他召开了一次 全国公交系统电话会议 讲了一大通药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之类的话 才上了山 宝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 早知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不能向毛挑战 也不能说真话 宝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 第二种是到了下面 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 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 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 也不负责执行毛的伟大计划 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 毛的政治秘书 田家英 胡乔木 陈伯达属于这第二种人 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 批评的人只敢在自己人里议论纷纷 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 但要何持有另一种意见 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 几乎是难辱登天 看准了问题所在 挺深感于批逆林的人 毕竟是辽若陈兴 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多罢了 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周 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的批评毛及其大跃进 不敢直接向毛谏言 在船上时 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 但是柯庆师李景全一开口田也就不再多说话了 7月1日凌晨传到九江 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 仍在接手改造中 汪东兴来接船 毛看到汪东兴就说 到省里如何 汪说 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 多接触了群众 确实受教育 毛讲 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 以后要立个规则 大家轮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 途中下车休息两次 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 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 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春 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 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 做毛的随身警卫 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 胡找到汪靖先 向汪说明汪的布置和安排 汪靖先听了以后说 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三年多了 他那套是老皇帝了 不能听他的 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 只按照王靖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工作 并且又将王靖先的话 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 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 由此汪东兴对王 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 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 是二层的小楼 我们住到临近的另一小楼 山上却很凉快 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 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 空气很潮湿 在楼上打开两项相对的窗子 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 从这边窗口飘进来 在室内打个转 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的意见 于7月2日开始 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 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 大家漫谈 故称神仙会 毛立了19个问题 让大家随便谈谈 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 讲了话 毛的讲话主要是 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 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 问题不少 前途光明 大家可以一一一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 毛认为大跃进 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 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 也必须坚持不懈 对于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 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 他说 有人说 你大预计 无产粮食多少多少 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 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 为什么肥皂 火柴买不到 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 鼓足进去干 明天各种东西多了 就能够说清楚了 总的是形势大好 问题不少 前途光明 计毛的开幕词后 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 为了便于人人发言 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 一般分成 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 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 西北组 西南组 中南组 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 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 因此 我想当时毛的心情很是轻松 毛去了韩婆口 闲人洞游玩 还讲了朱元璋和陈有亮 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 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 王是二十年代末 三十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 另有四名护士 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王院长十分老实 这四名护士却十分明活热情 每晚舞会他们都必到伴舞 除他们以外 又将江西歌舞团 及农肯文工团调来伴舞 不过三 四天光景 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 和文工团中一位演员 都同毛混得很熟了 也都分别在夜间 被叫到毛的注视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 毛玩得兴高才烈 他打电话到北戴河 叫江青不用来了 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 卫士长李银桥 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 提出林柯和我这两位 知识分子不好伺候 原因是 我和林柯住的楼 没有装电话 毛有事叫我或林柯时 卫士只好有毛住的楼 跑到我们住处 来通知我们 卫士嫌麻烦 提出我们最好 就在毛住处楼下值班 等毛睡了以后 再离开 林柯与我商量 这办法不妥 楼下房间少 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 而且毛要会客 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 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 又没有听到毛的吩咐 毛会发生误解 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 因此我们断然拒绝 理由就是毛没有讲 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 这就引起我 林柯二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 结果越谈 扯得越远 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 以至于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 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 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 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柯 毛前一段对李希吴厨师做的菜 已经很少说不好吃 这几天来庐山后 却几乎每顿饭都要发脾气 说做的不好 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 李银桥是旧话重提 在会上一再说 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 没有改进火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 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 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 说 现在是大庐山会议 越开越紧 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 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乐界 人民公社的意见 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 不会有什么周折了 我并没有将会议放在心上 我听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 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毛每晚虽仍然去舞会 但平时却不大说话 看得出在不断思索 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么主题 随便讲讲 可是分组会中 不约儿童在发牢骚 而且越讲越多 特别对押下面讲假话 有意见 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 每天各族有简报 由秘书楚城主席看 可是开会已经21天了 主席没有再讲话 也没有批示 其实 毛正在一旁 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 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 他们忘记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 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 缺点可以改正 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 事实上 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 毛常说他不搞阴谋 他搞阳谋 他认为 他在基调讲话中 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 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 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三十八